大家好,这里是佛之人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鼠龙人未来三年,四一年一遇的好运到 你家里有鼠龙的吗?鼠龙的他们对谁? 都是没心没肺的好,而且他们性格活跃,并且与人倾慕 在未来三年的生肖运势这块,他们将会有很多喜事发生 未来三年大奖经常中,横财总是发,喜事滚滚进家门 可谓是时来运转,事业中也扶摇直上 未来三年薪水有望翻倍,今后财路大开,必定大富特富 1964年的生肖龙,生肖龙出生在1964年,俗称火龙命 他们并非绝顶聪明,但是总能够成功 主要是因为,他们懂得见机行事 天生、情商、智商都非常高 这样的生肖龙,自然是能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创造了非凡的财富,赚到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1988年的生肖龙,1988年出生的生肖龙 天生就是土命,他们财气不足 命中自带财富,正财偏财都有,属于一生财富多多的命格 所以生肖龙出生在这一年,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好时机 他们一辈子,命好到让人不敢相信,创造了非凡的财富 1976年的生肖龙,1976年出生的生肖龙 天生就是有福气的人,他们一生可以说是富贵迎门 财员滚滚前来,衣食无忧 这样的生肖龙,命好到让人不敢相信 从小到大,都是家中小复兴的他们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顺风顺水 属龙的人,做事胆大、心细,很有才华 财神爷独宠,百万横财三番五次扎来 一夜暴富,喜欢购财属龙人,不要错过横财运大旺的时期 毕竟有望心想事成,一夜暴富 其次属龙人事业上,贫瘠自身努力加好运 注定今后事业有成,富贵花开 从此正财一路发发发 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才愿广敬,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彼南山,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属猴的人请为他们皆福 今天开始好运一辈子 生猴属相的人 具有剧烈的进取心 他们从小就喜爱读书 他们将聪明 聪明首要倾注在学业上 他们不甘落后 总希望学习效果优异 因而勤学好问 博文强制 但有时生班硬套 通过吃苦尽力才能够成才 中年之后,运势极佳 享受子女带来的福气 猴年出生的人性格乐观 坦率,不畏困难 多数都是白手起家的人 他们的优点 让他们创业的过程中 每次能让化险为夷 少年运比较辛苦 一学习一项技能 才能安居乐业 稳定家庭 你是属猴的吗? 还是你家人有属猴的呢? 如果有 那就请爱惜吧 属猴的人不爱记仇 有什么说什么 说完了也就忘记了 属猴的人不爱太计较 但心里仍是个明镜似的 谁好谁歹 他自个心里很明白 属猴的人重好情 不会马马虎虎爱情 但一旦爱上了 就身陷其间 用情置身 所以对属猴的人来说 爱很用力 伤也很痛 属猴的人喜爱用肩默沉静 来逃避悲伤 嘴上什么都不说 本来心里早已悲惨 属猴的人 心里想什么也历来不说 他人也猜不到 对比奥秘 一生肖猴的性格特征 生肖猴个性多变 好动 他们十分聪明伶俐 多才而且心灵手巧 做事情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 当然十分具有狭义心肠 多为别人主想 他们的个性十分坚定 自己认定的目标 一定会坚持不懈 奋斗到底 十分聪明 他们丝毫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 喜怒哀乐总是写在脸上 不过生肖猴十分精明 知道什么时候 应该做什么事情 不会顽固不化 二生肖猴的最大优点 生肖猴的最大优点 就是才能高 具有十分优秀的头脑 行动活泼 喜欢交朋友 反应能力特别快 社交手腕高明 能够迅速的 跟别人打成一片 十分喜欢追求新鲜的事物 他们十分适合从事演艺事业 精力充沛 机智勇敢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平时做事情 也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 所以生肖猴如果能够善用机会 一定能够创造很多财富 三生肖猴的最大缺点 生肖猴的最大缺点 就是说话不经过脑子 喜欢说大话 生活之中喜欢玩耍 不遵守社会秩序 缺乏耐心 依赖心非常强 做事情不会持续太久 当然他们如果能够学会脚踏实地 成功将在不远的将来 等待住生肖猴 所以要多多 改正自己的缺点 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裁缘广进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九月最幸运的生肖 好运跑不了 生肖鼠 生肖鼠的人过几天被好运包围 霉运见了绕道而行 财运大爆发 命中大吉 运势连连上涨 身边全都是横财 机遇 把握机会就能横财滚滚 摇身一变隐形富豪 闷声不响发大财 生肖虎 进入九月 对于生肖鼠虎之人来说 是转运的最好时机 并且你们也会因为自己的努力 和一直以来的坚持 而在事业上 有很多的惊喜和意外 并且贵人们对于 你们的帮助也很多 可能会在事业上出现一些 新的投资机会 但是这些都是你们 长时间的努力换来的 所以好好享受吧 生肖蛇 生肖鼠蛇之人的运势 一直以来都是最旺盛的 而且生肖鼠蛇之人 也是一个最容易 给自己身边的人 带来好运的 因为水库化尘土的关系 你们在九月里 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 加上你们自己的坚持 相信总会有意外出现 也会因为你们自己的坚持 而收获一些好运 更是转运的好时机 生肖嘛 生肖鼠蛇之人的运势 也是一样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 都是最幸运的 而且你们的财运也是最旺的 九月集星回照 并且会给你们的身边 带去很多的好运 当然也是你们 开始全力以赴的时候 对于你们来说 不仅有好运 也会有意外 当然更重要的是 你们自身的能力 也会有所提升 生肖兔 生肖鼠兔之人 一直以来 你们的运势都是极好的 而且生肖鼠兔之人的身边的机会 和机遇也是极好的 因为你们本就是受到木星的照顾 所以九月到来的时候 也是你们开始好运的时候 只要你们细心 那么必定 会在事业上有很大的进步 并且也会有一些好事出现 比如生殖加薪 还有横财大运 生肖狗 生肖狗的人再过几天 就迎来新一轮横财大运 有望一举报复 惊喜不断 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必定富贵无忧 钱财无忧 好运会一直持续下去 人逢喜事 精神爽哦 拿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己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裁缘广静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打愿就可以实现